好 另外我們持續來關注侯康佩之後呢 藍營現在是展現出了大團結的氣勢 士氣納正 那麼根據中時新聞網最新的民調 侯康佩的支持度幾乎是追平了賴蕭佩 當初藍白河破局 真的是因為柯郭設局軍越鴻門燕嗎 柯文哲他坦承了當天的確和郭台銘 要勸退侯友宜當副手 侯康佩指導綠營大票倉 賴清德本命區台南藍軍4萬多名支持者激動呐喊 而之前評估侯客兩人搭配才有機會平整黨輪體 但根據中時新聞網最新民調顯示 賴蕭佩的支持度28.3% 侯康佩一舉拿下28.2% 兩人搭檔短短幾天幾乎追平賴賴蕭佩 而兩組支持度幾乎只差了0.1% 而柯英佩卻只有24.3%落入吊車位 而賴清德和蔡英文說執政難有貪腐 憑什麼下架民進黨 後期重炮狂轟 看他們的眼睛對政黨輪替的期待 我當場感動我都想流淚 是那種感覺前所未有 你知道在臺南通常他們是不敢出來的 綠營的壓力太大了 所以比韓國瑜時候的造勢怎樣還多 藍白分到揚鑣 國民黨反而是七大震 軍越荒腔昨晚的協商被罵是郭柯社局侯門宴 柯文哲也坦承當天的確和郭子楊好要逼侯當副手 正因為柯文哲撕毀協議 又機關算盡 中時新聞網民調中政黨支持度國民黨也要領先拿下將近三成二 其次是民進黨民眾黨則掉到只有百分之十九點股 柯文哲找了新光公主當副手 吳欣寅的財產也大曝光 除了各種大筆股份 在新北一次就拿到一萬四千多平方公尺的土地正月 而除了台灣之外 他連在英國倫敦都有買房 價值還突破六點六億 豪門公主光是一顆藍寶石就價值八百萬 就有名嘴嘲諷 當柯文哲高喊打倒財團居住正業 請記得你的副手就有一棟六點六億的房子 吳欣寅最大的缺點就是他沒有自帶粉絲也沒有自帶流量 他只有自帶糧草 後期在工商團體面前承諾 若當選四年內要加入CPTPP也絕對不會放棄ECFA 而當藍軍開始走自己的路 有多少選民買單造勢人擠成了最好的證明 記得張藥瓷水光好 S&G小組台北報導 好 二零二歲總統選戰 現在確定就是藍綠白三方來爭霸 那麼接下來這個是根據聯合報他們的最新民調 現在就發現了賴蕭配以及侯康配呢 好 賴蕭配他們是獲得31%的支持度 侯康配呢是獲得29%的支持度 那麼在9%是我的信心水準下方呢 其實雙方的差距現在已經在抽樣誤差的範圍之內了 那麼在柯銀配的部分呢 他們現在是維持在21%的支持度 目前呢是位居第三的部分 那麼藍綠白的副手亮相了之後 聯合報又再做了一次這個民調 我們先來看到 這邊這個部分呢是9月25號的民調 那麼在副手都公佈之後 11月26號這邊又有一個最新的民調 就可以看到呢 好 在侯友宜的部分呢 當初還沒有副手的時候 他的支持率大概是20%左右 那麼賴慶則是30% 柯文則是21% 在副手全部都已經宣布之後呢 侯康配現在來到了29% 賴蕭配是31% 那麼柯銀配的部分呢則是21% 所以可以看到呢在副手全部公佈出來之後 侯友宜的民調呢 侯康配的民調現在已經是緊追著賴蕭配了 那麼對於藍白和破局這個部分呢 來看到有三乘一的民眾 他們認為說民眾黨的責任是比較大的 那麼兩乘三的民眾覺得 國民黨應該要負比較大的責任 7%的人他們是怪罪郭台銘 另外有8%的人他們認為 三方通通都是有責任的 另外還有三乘三是沒有表達任何的意見 那麼其中國民黨支持者 與民眾黨支持者都有超過六成是 互相指控說對方 應該要為藍白破局負責 民進黨支持者則是三乘三 認為國民黨的責任比較大 三乘是覺得民眾黨應該要負起責任 好現在所有人的副手都已經公佈了 那大家也很關注國民黨的侯康配 前立法委員蔡振元就分析了 之前是因為藍白整合真的拖了太久了 副手人選遲遲都沒有辦法決定 才會導致侯友宜在動員造勢上面 他的能量不是很夠 但是現在有了副手趙少康 不分區第一名韓國瑜的加持 三個人呢 他們會發揮合唱團的效應 從上個週末的造勢就能夠看得出來了 這樣的組合 讓藍營的支持者都感到非常振奮 在前一段時間 侯友宜要動員動員很困難 這次動員很輕鬆 就表示說這裡面差在什麼地方 我解釋給他 這個在選舉上面叫做合唱團效應 什麼叫合唱團效應 這第一個 侯友宜一個人唱歌沒有票房 我再加第二個 這個韓國瑜唱歌 兩個人就是藍絲兩個喝唱 再加上趙少康就三重唱就出來了 我經常說評估過朱立倫 他是一個很糟糕的候選人 但是很 是個一流的操盤手 什麼叫一流操盤手 他很清楚就是說 光靠侯友宜一個人撐不起場面 必須要抓一個韓國瑜來 韓國瑜因為不分區第一名就抓來了 那再來副總統再抓了一個趙少康 就組成三人合唱團 可以把原來流露在外的藍軍 把他通通號召回來補齊 那藍軍在全台灣的這個支持度 三成沒有問題 因為你看過去的不分區立委的選舉 虛擬選舉三成是起跳價嘛 所以這樣一個場裡面 這個讓這個藍軍會有很強的一種振奮力量 現在距離投票日只剩下一個多月的時間了 那各家也開始公布他們的最新民調 就顯示雖然藍白河破局了 但是國民黨的侯康佩成軍之後 民調就開始激起直追 已經追平甚至是超越了柯銀佩 會流新聞27號公布的手機加式化民調就顯示 民進黨賴清的蕭美琴的組合獲得了 百分之三十六點八的支持位居第一 那麼民眾黨柯文哲 吳欣穎的組合支持度是百分之二十六點八 國民黨侯友宜 趙少康的組合支持度是百分之二十六點六 所以兩組的民調是打平 另外還有百分之九點八的民眾是還沒有決定 柯文哲在二十七號的時候他爆料說了有人花兩億美元 要他做副手 趙少康晚間被問到這件事的時候就笑著說大概猜到了 表示反正不會是侯友宜 但是也不願透露讓柯文哲自己講吧 那趙少康就表示了用錢處理總是不好的 選舉不應該讓金錢介入是要選賢與能 用金錢介入就失去了意義 他肯定柯文哲拒絕收著兩億美元 不過柯文哲最近這幾天啊 他還是持續對於藍白談判破裂 發表了許多的意見 其實評論員張雨萱就分析了 柯文哲看似還走不出來 糾結在藍白核議題當中 但是實際上是為了要鏟著國民黨 希望能夠從菲律陣營的六成選票當中 多挖一點就是一點 柯文哲說哎呀有這個自稱美國人 是說要給我兩三億喔叫我退選 然後又說我對啦 我跟郭萊銘就是想要叫侯友宜當護手 這都今天最新的 因為資訊量有點爆炸 他一直進來 柯文哲講的不停 然後說這個這個像先前講的 說幕僚要簽字才可以這個這個 幕僚要同意他才可以簽字 主帥才能簽字 主帥才能簽字嘛 很多啦到今天為止 他還持續在糾結藍白核這個話題 那柯文哲持續的還是對國民黨騷擾 當然是想要去挖這個牆角 不管是說你從立委的角度 或者是說他不斷的拋出藍白核 這個議題的角度 他仍然想要透過這一方面去創造話題 創造聲量嘛 否則他現在暫時他也走不出來 為什麼柯文哲還要勾著國民黨 因為他唯一能夠增加選票的選項 現在的票倉就是在這非綠的六成 陣線裡面嘛 他只能從國民黨這邊裡面去挖 他如果不打國民黨 不咬國民黨不黏著國民黨 他怎麼去挖選票 難不成他要去跟民進黨要票嗎 針對聯合報最新民調台大政治學系教授 王業利就表示縱觀近期 包含聯合報民調在內的三份民調 可以看出呢 侯友宜在宣布由趙少康擔任副首之後 支持度與賴蕭配是明顯拉近了 台大政治系教授 左鎮東表示中間選民有1x2是轉向挺侯友宜 說明藍白嘗試整合的過程當中 侯友宜的表現是贏得了藍營選民 和中間選民的肯定 柯文哲的表現則是讓兩群選民都失望 所以現在藍軍士氣大震了 南投線上許淑華提醒藍軍 在這個蜜月期之後 要繼續的維持選舉熱度 做好最後衝刺 藍白河正式過主之後呢 我們在地方上呢 有感覺到一開始是呢 大家呢非常的擔憂 但是呢在隔天呢 我覺得宣布了 大上堂成為國有一個副首之後呢 藍軍的氣勢是大為的提振 第一個當然是從這個原本的 不關心整個選舉的結果 從期待在藍白河 也讓更多的藍軍呢 開始關心了這場這個總統大選 那當然從這個期待當中呢 又看到沒有辦法來合了 那最後面呢 我們又把這個結果 我們公佈的副首 實際上又是一個上上之選 為什麼說像上之選 一般人在選擇我們副首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都是一個比較安定的 以不失分的為原則 但是從來沒有像趙少康 這樣的一個副首的角色 他不僅僅可以引導議題 同時呢各方面的口條 更是一個全方位的各種的議題是信守面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副首人選 一公佈之後 我想藍軍整個是氣勢大政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幾天 不管是在 由各方的民調當中顯示出來的 甚至都已經是在誤差範圍內的 不管是1.1或者是在2% 這都是在誤差範圍之內 這個我覺得第一個是藍軍的一個蘇醒 對於在剩下事情幾天的選舉 我們做最后的衝刺 絕對是有非常大的一個注意的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坐在一起 放在一起 臨時出義描迫 掉了 ieren死